天官卫星是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先导专项的又一颗空间科学卫星 从悟空号 莫子号 慧眼 夸复一号再到天官 我国空间科学卫星阵容不断扩大 据了解 未来我国还将部署一批新的空间科学卫星计划 探索宇宙 求解未知的实力将不断增强 2011年 中国科学院发起了空间科学先导专项 针对一些空间科学问题发射了一系列的空间科学卫星 像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悟空号 量子科学实验卫星莫子号 综合性太阳探测专用卫星夸复一号等 截至目前 共开展了十余次空间科学卫星任务 并取得一系列原创成果 奠定了中国空间科学快速发展的基石 继天官卫星之后 空间科学先导专项收官之作《微笑卫星》 将在2025年底前择机发射 用于研究太阳风与地球磁层的相互作用 探索日免物质抛射事件等 记者从中国科学院了解到 未来瞄准宇宙起源 空间天气起源 生命起源等起源类重大科学问题 我国还将部署研制更多的空间科学卫星 到本世纪中夜 我们将提出实施和研制 大约50颗科学卫星 主要的这个目标聚焦在五个方向 包括极端宇宙 日地全景 时空连移 宜居行星和太空格物的这个方向 将在宇宙的起源和演化 太阳系天体的这个形成 以及生命起源等重大的科学问题方面 取得突破性的进展